82973位 一个确诊的病例 跟前几天比起来有增加 那主要是因为假期结束 假期效应后 本土确诊再冲上八字头 新增中重症193人 124人死亡 重症中包含两位一岁女童 索性两位恢复状况良好 都已经出院 死亡个案有一位9个月大女婴 在家中被发现没有呼吸心跳 送医才减阳性 死因初判心外肺炎和病 呼吸衰竭 这一波的本土疫情是有17位的 这个12岁下的儿童死亡的情形 重症统计是总计39位 本土万里数没有明显降幅 疫情还在高原期 不过有医师推测 最快6月23号 担任确诊数 渴望降到千里以下 下的效应一起来看 那四天的平均值也 大概是6万6 将近数目是往下降 但要降到百位数来 那我想要值得观察 到6月底 可能降到万里以下是有可能 降到千里可能是有点不太可能了 可以再观察 那这个应该趋势还是在往下走 虽然6月底跌破千里是不可能的 不过是否有机会可以脱口罩 放放风 7月我们大概暂时不会对口罩 就做一个整体的放松 有的话也是一些很特殊的情况 除了口罩规范 指挥中心先前还松口 可能在暑假松绑边境政策 让不少家长都期待带孩子出游 如果8月开放国门有可能吗 8月的时候 大概我们采用 大概不会把它规划到那么久了 当然如果随着疫情的变化 它是滚动式的检讨 边境上面如果就像以前我们来讲 我们从14天到10天 10天到7天 等等可能就会把这样的一个天数 做一些在一定的范围里面做松绑 边境检疫政策朝缩短天数延拟 医院则先为解封 即日起如果曾确诊 但已经解隔 距离发病日15天以上到3个月内 需要进到医院陪病探病住院的 一般民众或医护人员等6大对象 可以免除入院和定期筛解 政策滚动式调整 继续朝与病毒共存之路前进 欢迎新闻客观成林嘉倩台北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